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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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歡迎來到原石咖啡 我是俊元 今天我們要來做藍瓶咖啡濾杯的沖煮實測 那今天我會用兩種方式來做沖煮 第一種是我們原石這邊官用的沖煮方式 那第二種會依照他們說明書上面 這個官方建議的沖煮方式來沖煮 那我們來試試看這個濾杯 它沖煮出來的效果如何 好我們先試試看第一種方式 那我加入的是15克的咖啡粉 今天我們用的是水晶咖啡 好我們先開始燜蒸 好我們今天燜蒸30秒 那我們今天在沖煮之前沒有先潤濕濾紙 好那主要是這個藍瓶濾杯 我們今天搭配的是它專用的這個濾紙 那這個濾紙是用竹纖維製作的 所以它不會有紙漿的味道的問題 那另外是它這種蛋糕型折的濾紙 其實也沒有服貼濾杯的問題 好所以我們就直接注水就好 不需要先潤濕濾紙沒有關係 好那接著我們就開始沖煮 今天我們的沖煮方式第一種 我們先用原石慣用的 我們就是用穩定 平均細小的水流 慢慢的去萃取它 那一次把它煮完 中間不斷水 那這也是我們常常用的方式 我們來試試看用在這個濾杯上 它出來的效果會怎麼樣 那我們今天用的是15克的咖啡粉 那等一下我會直接注水 注到200克 然後讓它流完 那我們就讓所有的咖啡粉都滴漏下去 最後我們這種萃取時間大約是1分35秒 其實它的速度算是蠻順暢的 算中等速度它不是很慢 我們之前有做過這個濾杯的開箱跟流速實測 那它的速度我們測出來的結果 它其實是屬於這個30幾秒 在第三個測試裡面 所以算是中等偏慢的一個濾杯 但是其實我們剛在整個看它在流的過程當中 其實是蠻順暢的 它雖然速度慢 因為主要它下面的一個小孔 會控制它的速度不會過快 那它讓它慢但是它不會塞住 那它是很順暢的結束這個萃取 好我們來試試看這杯咖啡 我們今天用了這一款水晶咖啡 其實如果我用V60蔥 或是一些流速比較快的濾杯蔥 一入口是會有一個很明顯的 水果的這個酸香的味道 但是今天我們用南平這個濾杯蔥的時候 因為它的速度比較偏慢 那我們剛的注水又幾乎都是 讓它全部以浸泡為主的效果 所以一入口我現在喝到的是很飽滿的甜味 跟它的厚實感我覺得表現得非常好 所以它的這個出來的風格 跟之前如果我們試用V60蔥的話 這個咖啡喝起來是很不一樣的一個感覺 所以我覺得這個濾杯蔥煮出來 它在前段的部分的表現是蠻不錯的 因為它的甜感跟厚實度 非常飽滿的呈現出來 但我覺得它好像層次的變化上 稍微少了一點 因為到了中段到尾段好像就比較平 喝起來跟一開始喝的味道都蠻接近的 它沒有一些比較有層次感的感覺出來 當然也有可能是因為我們的注水 是因為它已經偏慢了 那我們還用這種浸泡式為主的一種不斷水的注水 可能會造成這樣的結果 所以第二種沖法會依照它這個說明書上面 它這個官方建議的一種沖煮方式 我們來沖煮看看 能不能讓這個濾杯有不同的效果出來 我們試試看沖第二壺咖啡 我們現在開始來沖第二壺咖啡 那說明書上寫的是30克的咖啡粉 所以第二壺咖啡我們就用30克的咖啡粉來沖煮 我們先倒入咖啡粉 我們現在來開始 用它這個官方建議的方式 我們來沖煮這杯咖啡 那我們先門蒸 那我們計時30秒 它建議我們門蒸30秒 然後我們注水的方式 比較特殊的是 它建議我們是從外開始繞圈 然後再繞到中間來 那悶蒸的水量大約是60克 所以這個跟 像我自己習慣從中間開始注水 然後繞到外面的方式不太一樣 他們是建議從外面繞回中間來 好 那我們悶蒸的時間大約30秒 那我們第二段的注水是注水90克 那就從中心開始注水 好 那90克加上剛才悶蒸的60克 所以我們現在放正上的數字是到150 好 那150的話它當水滴露下去到咖啡壺裡面 那我們再進行第二次的注水 那這次注水我們注水100克 好 100克的話加上剛才本來就有150克了嘛 所以磅秤上大約是250克 好 這是我們第二次的注水 那一樣我們讓咖啡滴露到咖啡壺之後 我們再準備來做第三次的注水 好那第三次注水一樣是100克 所以我們現在會把它注到350克 好大約350克的水量 那我們就讓所有的水都滴露到咖啡壺 這杯咖啡就完成了 我們讓所有的水滴露到咖啡壺的時間 大約是2分半 好所以比剛才我們第一種沖煮的方式 它的這個萃取時間 拉的比較長 那我們最後看到用這個壺的刻度來看的話 大約是300cc 我們以30克的粉來換算的話 大約是1比10的這樣子的粉水筆 好那我們來喝喝看 用他們建議的這樣子的方式 沖煮出來的咖啡 口感跟剛才會有什麼不一樣 好那這壺咖啡它沖煮出來的風味 跟剛才真的不太一樣 因為我們的這個沖煮是用分段注水的方式 所以這杯咖啡它的酸味就比較明顯 我覺得它的酸味跟甜感中間的平衡 用這個方式來沖煮表現的會比較好 因為第一杯我們喝起來的感覺是 這個甜跟厚實感很好 可是酸味幾乎都沒有呈現出來 好但是他們這個分段注水的這樣子的方式 其實我覺得它的酸味的這個比例 也很適當的提出來的話 讓這一杯咖啡喝起來它的層次感更豐富 那喝起來有酸有甜 那厚實度也表現得非常的不錯 那當然是跟它分段注水 還有整個萃取時間都拉長有關係 所以我現在一邊在喝的時候 因為它溫度慢慢的下降 其實我喝到的感覺是 剛才第一口第二口 它是酸味蠻明顯的 但是溫度下降的過程 我覺得它的酸慢慢的有收起來的感覺 那它的甜感跟那個厚實度咖啡的香味 慢慢的提升上來 所以我覺得它的這個變化上面 會從熱的喝到冷的 層次會比較豐富 它的風味會有再改變的感覺 那不會像低壺 好像是從熱的到冷的 它的味道幾乎都是一樣的 所以如果比較喜歡層次多變化的朋友 其實在這個濾杯上用他們建議的這種 分段注水的方式 我覺得效果會是比較好的 整體來說 我覺得這個藍瓶濾杯 它使用上的效果是蠻不錯的 因為它是屬於設計一個流速 比較中等偏慢的濾杯 那能夠呈現出它的甜味跟厚實感 那我們在使用比較流速偏慢的濾杯 常常會擔心的就是它到後段會不會塞住 但是它在整個設計上面 讓它的流速其實是一直保持的很順暢 很流暢的 我們在沖煮的過程當中 到最後段的時候都不會覺得它有塞住的感覺 我想它其實是靠下面的那個小洞 在控制這個速度 也就是說其實咖啡 從濾紙過濾出來這一段 因為它這個是有點像蛋糕濾紙 非常多的這一個縫隙的關係 其實它流出來是非常順暢的 所以它不是從這個肋骨跟濾紙去貼住 來控制它的速度 它反而是靠它最後的這個小孔 來控制它的流速 所以也就是說它在這個濾紙的部分 它沒有塞住的問題 那它是完全靠這個孔來控制流速的話 讓它不要過快 所以當我們慢慢流到最後的時候 它也不會有這個好像被塞住流不出來的問題 因為我們之前使用一些流速比較偏慢的濾杯 有的時候如果沒控制好的話 到最後段的時候它會變成是有點變用低的 已經沒有辦法很順暢的流了 但是我們在使用這個藍瓶咖啡濾杯的時候 雖然它的流速偏慢 但是從頭到尾都是一個很穩定的流速 所以我覺得它在使用上 萃取出來的風味還蠻不錯的 就是它在偏慢的過程當中 也不會有這種過脆的問題 那我覺得它衝突出來的風味 我是還蠻喜歡的 那它的缺點的話 第一個是它必須要搭配它的這個專用的濾紙 那其實在台灣它這一個不管是濾杯還是濾紙 因為它沒有官方的門市 所以它購買上就沒有這麼的方便 再來就是它的風味是比較偏重於甜感跟厚實度 所以如果你是比較喜歡花果香味 喜歡味道比較明亮比較輕盈的朋友 可能它出來的風味就比較不是偏向這個走向 它的強項是在於呈現它的甜感跟厚實度 我們就可以依照可能不同的豆子 或是我們希望的不同的風味 來選擇適合的濾杯來沖煮咖啡 這是我們今天分享的 藍瓶咖啡濾杯的沖煮實測 之後我們還會有更多濾杯實測的影片 請大家訂閱我們的頻道 我們下次見 掰掰